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前100名的跑者當中 到底都是穿著什麼樣的鞋款 如果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這雙鞋或許不覺得它會進入前100名的榜單當中 5、4、3、2、1 今天這一集特別啦 大家應該已經看過 上一次我們去北海道韓國馬拉松這支影片 那其實在這支影片之後 我們還有另外拍了一個小小的 就是現在你們看到這支影片 應該以往大家在參加路跑賽事當中 可能都會看到很多非常快的跑者 就是前100名就馬上到終點 但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前100名的跑者當中 到底都是穿著什麼樣的鞋款 但我自己想說應該沒有意外 全部都是碳板鞋啦 只是哪些款式你們有想過嗎 可能是亞瑟士、Nike、艾迪達、美金龍還是其他品牌 但因為平常大家可能沒跑那麼快都看不到 甚至回到終點的時候 這些跑者都已經回家啦 所以這一次我們特別派出了 天母風機所在終點前200公尺 在那邊錄了30分鐘 完整的紀錄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 就來跟大家分享韓國馬道中前100名的跑者 都穿什麼樣的跑鞋 那我們就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場比賽最快的男生跟女生的半馬成績 分別是多少 啊對了但是大家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們統計下來 竟然有一個品牌出乎意料的 也是日本人前100個人跑最快的半馬跑者當中 竟然有錄取耶 如果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這雙鞋或許不覺得他會進入前100名的榜單當中 好那我們首先就來公布 男生的半馬最速成績 冠軍是定方俊 他也是前幾屆的冠軍韓聯的男子冠軍選手 那他的成績是61分37秒 均速是2分57每公里耶 3分數內2分57每公里完成這個半馬 這個成績真的是有點可怕 他應該已經算是可以在 如果在台灣啦已經可以達標 可能是亞奧運的參賽等級 因為這速度非常快 我們統計的前80名的跑者 都是在70分內完成 所以這個成績非常可怕 那女生的成績呢 是由一三麻絮 所獲得女子組的冠軍 然後他的成績是70分23秒 均速也是非常驚人 來到了每公里3分22秒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概念 3分22秒在400公尺的操場 一圈是跑80秒的成績 那比較有趣的是這樣比賽 大部分報名半馬的跑者比較多 因為以全馬的成績來看 或許就沒有半馬選手表現得這麼優異 OK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 前100名跑者 分別都穿著什麼樣的跑鞋吧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第一名通過的選手 定方軍 那他所穿著的鞋款呢 是Nike的Vaporfly Nexpa 第二代 那他所穿著的就是我手上這雙 Nike的Vaporfly Nexpa 第二代 那這雙跑鞋也已經出了有一段時間 大概或許兩到三年以上 但這雙跑鞋算是非常經典的一款跑鞋 以今天統計來說的大數據也好 或者是在台灣常見的賽事 我相信這雙跑鞋應該是 能進入最高最高的一雙跑鞋 那有點意外的 他竟然沒有穿著第三代的新款 Vaporfly 他也沒有穿著另外一雙 Kipchoge很愛的 Alpha Fly的這一款更高級的跑鞋 他反而是穿著二代的這一款 Vaporfly 或許這雙跑鞋是比較 應該出了一段時間品質比較穩定 他也比較適應 所以他穿著的是這款跑鞋 那第二名的跑者呢 穿著的就是Alpha Fly 也就是黑人跑者 那第三名呢 穿著的是亞瑟士的Meta Speed Sky Plus 那這雙跑鞋也意外的 在今天的一百名統計當中 非常多跑者穿著這雙跑鞋 那第四名跟第五名呢 分別都是穿著Adidas的 AD-Zero Adios Pro 3 也就是半馬最近在世界成績來說 最常破紀錄的一雙跑鞋 所以前五名的跑者 分別是有 兩雙的Nike 一雙的亞瑟士 兩雙的愛迪達 那是前五名跑者的分布 那剛好是Nike Nike 亞瑟士 愛迪達 愛迪達 我們剛看完前五名的跑者 接下來我們看六到十名 第六名的跑者 穿的是Vaporfly Nespa第三代 那第七名的跑者 穿的是Alpha Fly 那第八名厲害喔 第八名前陣子 有跟大家開箱過的 也就是美金能的這雙Wave Rebellion Pro 那它的排序也算是蠻前面的 前十名當中的第八名就穿著它來使用 那這雙跑鞋 在這場比賽當中 也看到蠻多跑者使用的 那這也是前陣子有開箱過就是 滾動效果非常明顯 而且也是我自認 我穿著以來 算是最暴力的一雙跑鞋 相對於Nike 第二代第三代的這個Vaporfly 我都覺得這雙的推進效果 是更明顯的 所以第八名 是美金能 Wave Rebellion Pro 那接下來第九名呢 也就是 Nespa第二代 第十名 也就是 Adidas的 AD0 Adios Pro 3 所以前十名統計下來 總共 我們入選了 五雙的 Nike跑鞋 然後有三雙是 愛迪達 一雙是 亞瑟士 那一雙是美金龍 所以日系品牌來說 在日本的前十名的跑者當中 有兩位選手是選用日系品牌 那其他的把尾就是 Nike跟愛迪達 還是佔比較大眾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前五十名的跑者 分別都是穿著什麼樣款式的跑鞋 那我這邊統計了一下 我們在前五十名的跑者 採樣當中 總共有八雙的 Adidas 就是Adios Pro 3 然後有兩雙的 Meta Speed Sky 第一代 然後有總共13雙 Meta Speed 亞瑟士的Meta Speed Sky Plus 就是第二代 所以Meta Speed 在這個 五十名的範圍 突然就爆增 追上了接近Nike 接下來除了亞瑟士的 Meta Speed Sky 有第一代第二代之外 最重要的是 竟然入選了一雙 我覺得有點意外的跑鞋 它是亞瑟士的S4 那這雙跑鞋其實在台灣是沒有上市的 它是一個定位大概在Sup 4 就是全馬 四小時左右的跑者 所建議穿著這雙跑鞋 那它比較像是 Magic Speed的這種鞋款 但它裡面搭載的是碳板的跑鞋 所以它的定位來講 可能沒有到Meta Speed這麼暴力 然後在定位來說 就是建議給跑者 大概四小時左右的全馬完賽時間 但是我看了一下 穿著這雙S4跑的跑者 它的成績也是非常的快速 它竟然只花了 一小時零四分左右 就完成了它的半馬成績 所以以成績來講 它也是非常快 穿著一雙可能沒有這麼暴力的跑鞋 可是跑了非常快速的成績 好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那美金龍還是有入選了一雙 就是Web Rebellion Pro 那除了這些之外 Nike總共在這邊入選了 大約有23雙的跑鞋 分別是有12雙的第二代Vaporfly 然後5雙的Vaporfly第三代 那最後還有6雙的Alpha Fly 所以總計來說 Nike在前50名的佔比 還是佔了大概快一半的跑鞋 最後在前50名的跑者啊 令我有一點意外的 竟然是有兩個選手 穿著這雙Puma的跑鞋 我先播給大家聽一下 Puma Deviant Nitro Elite 2 Ikidin 沒錯有點長 也就是Nitro Elite第二代 然後他們是穿著這個 香根藝鑽的特別配色 看起來在台灣是沒有上市的 那它分別是第37名 跟第39名的跑者 都是選用這雙跑鞋 那其中一雙跑鞋在台灣 或許跑者的選用它的這個程度 沒有這麼常見 那我其實有穿過它的第一代 我自己覺得腳感上是偏軟 但我還沒有嘗試過第二代啊 所以不知道它的改版後 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差別 但是以成績來講 這兩名跑者穿著這雙Puma的跑鞋 也跑出了65分的半碼成績 也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覺得這兩雙應該是 在前100名的統計來講 令我有點嚇到的一個品牌跑鞋 最後我們就來跟大家統計 前50名跑者分別是穿著 8雙的愛迪達 16雙的亞瑟4 1雙的美金龍 23雙的Nike 還有2雙的Puma 那前50名的跑者 都在66分40秒內 就完成半碼的成績 全部都可以去試大運 開始了 接下來跟大家分析的就是 第51名到第100名的這個順序 那這個排序期間其實也是非常快 裡面還包含了三個女生的總排前三 都在這個範圍區間 他們都是70分內完賽的跑者 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分別是有 6雙的 Adidas Adios Pro 3 然後1雙的Metaspeed 1代Sky 還有11雙的Metaspeed Sky Plus 第2代 那接下來呢 還有1雙的Mizuno Wave Rebellion Pro 那Nike的部分呢 總共是有10雙的NextPod 2代 7雙的NextPod 3代 還有12雙的AlphaFly 所以哇佔比還是很大一群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女生跑者當中 有一名是穿著Puma的這雙Festa Nitro Elite 那它也是Puma在前100雙跑者裡面 出席的第三雙跑者 那比較特別的是從前10名前50名 到前100名 其實Pro3的存在性也非常的高 我們看到非常多跑者也是選用 Pro3這個鞋款 那其實它已經算是 在 出席 出 發行到現在也已經大概兩年的時間 但 聽說今年可能不會上新款 但它還是一雙非常多 很高速的跑者選用的一雙 競速跑鞋 所以Pro3也是非常常看到 它在前100名的榜單中 持續的出現 所以它也是一雙 我覺得在成績來講 你只要有人想要突破成績 它還是一個算品質保證 最後我們統計了前100名的跑者當中 總共有14名選手是穿著 Adidas的跑鞋 那有總共28名的選手 是穿著亞瑟斯這個品牌 那有兩雙的美金龍 那比較厲害的是 總共竟然有53%的跑者 就是100個人當中 有53個人跑者 都穿著Nike的這個品牌跑鞋 所以它還是佔了一半以上的跑者 都是選用Nike的品牌 那還有三雙的鋪 所以前100名的跑者當中 Nike總共佔了53% Adidas是14% 亞瑟斯是28% 我覺得這個也有點酷 因為其實我原本沒有預期亞瑟斯可能會這麼高 但看起來日本的跑者對於日本品牌的跑鞋 還是非常的愛用 畢竟它還是第二多的跑者 最後還有Puma 3% 還有美金龍 2%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分析 前30分鐘的跑者 到底都穿著哪一些品牌的比例吧 最後我們也花了3到4個小時的時間 終於把前30分鐘總共301位跑者的跑鞋統計完了 那大數據如下 也是我覺得有一點點意外 好像又沒那麼意外 總共有5成的跑者 大概49%都是穿著Nike這個品牌 那Adidas呢佔了15% 亞瑟斯佔了25% 所以以日系品牌來說 亞瑟斯在總體來說也有25%的跑者 前300名是穿著亞瑟斯的品牌 那接下來就是美金龍有3.9% 索康尼竟然有2% 然後NB也是2% 然後Puma大概是0.7% 所以前300名的跑者大概就是分別穿著最多的 還是以Nike最大中 亞瑟斯是第二個順位 接下來才是愛迪達 然後分別接下來第四名是美金龍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還有一雙的暗入選 那還有比較特別的竟然還有看到一雙李寧的跑鞋 那大概就是我們統計前300雙的跑鞋 分別是什麼樣的弱點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樣的結果有沒有非常意外 那我個人是覺得以 常見在跑者當中看到的鞋款 確實也都是大概這樣的這個比例分布 但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去參加這場比賽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 除了在這些精英選手之外的分區 會比較少看到就是以比例來說 不會像台灣這麼常見 看到他們都穿著碳板跑鞋 因為我覺得在日本的這些店家當中的分類是非常清楚的 就你可以進去就可以看到他可能會建議你 三小時內的跑者 你可以穿什麼樣的跑鞋 三個小時到三個半小時 可以穿什麼樣的跑鞋 就他們的分級是非常明確的 所以你在選鞋上面 也會比較明確可以找到 適合自己現在的強度 還有腳可以負擔的這種跑鞋的選擇 算是滿有趣的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像這樣 今天的統計相關的影片 也花了我們很多時間製作 然後也在終點 占了30分鐘以上的時間來拍攝所有跑者的穿著跑鞋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樣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我們接下來或許可以在台灣的賽事當中 也做類似的嘗試來跟大家分享 台灣的跑者當中可能前100名 前30分鐘都分別穿著什麼樣的跑鞋 然後以什麼樣的鞋款是最大宗最受歡迎的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類的節目 我是你的家洋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什麼樣的品牌跑鞋是你最愛的一雙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